同样是汐止的相关报道 汐止中心路转福德一路的路段 因为人行道中断 让行人通行的安全性不足 在接获民众成行之后 20号这天早上 市议员审发会就邀请了相关单位人员现场会看 这一段的中心路有人行道 不过到了路口就中断了 如果要右转走福德一路 就得走在马路上与车征道 有时候再加上路边违规停车 那么行人就必须走在马路中间相当危险 铁心雕大 这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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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心道会向后 是啊当然啊 路口我们现在看到天球的这一条路地 刚才打到人行道 所以所有不管你是 行人 还是轮椅 娃娃车 人要走 如果要乘书 福德一路 一定要走来马路与车征道 非常危险 常常出车祸 我们到福德一路之后 这里也没有人行道的空间 在接获成情后 20号上午议员审发会 就邀请相关单位人员现场会开 因为一旁就是中心市场 属于私人地 如果要内缩做人行道 得要再协调 我们会来协调 协调如果说能够得到私人业主的支持 让这里的建筑物 能够做一定程度的退缩 让出一个行人安全通行的空间 那我相信这样子能够解决 我们这边行人安全的问题 包括小朋友上下学 这个上下学行的安全都可以一并解决 那邀请这个养工处 还有这个我们公务局 那另外我们会择其 邀请业主地主出来 大家协调 协调出一个可行的方案 来解决这个地方的安全问题 福德一路靠近中心路 就在中心市场这一段 没有人行道 造成行人走路安全 有疑虑 是不是能够从路口做人行道衔接 月审发会也将在邀请市府养工处 地主等相关单位进一步协调 这场惠林细致采访报道